一下接着一下 身穿校服的男同学 替老先生实行CPR 10号傍晚中立火车站 发生乘客突然昏倒 张静伦当下表示 自己知道如何急救 赶快上前协助 评估过他的脉搏之后 然后发现他没有脉搏了 然后也没有正常的呼吸 然后我们就直接解开他的衣服 然后进行了心肺部输宿 请站员去拿AED过来 然后警察 田路警察有在旁边协助 一起操作AED 索性老先生经急救 恢复呼吸心跳送往医院 中大立中救护队成员张静伦 之前因为爷爷没有急救回来 造成遗憾 决定利用课余时间 学习急救技巧 这次派上用场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是单纯只是站在什么学生 或者是代表立中来去救人 是因为说我本来就是 考救护人员 那我希望说 我就是尽我自己一份力量 去帮助别人这样子 因为就是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 张静伦在校外的善行 学校也特别颁奖表扬 其实看到这个就是 出自于很单纯的 帮助人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 对我来讲生命无价 那救人 助人的心 也是一样无价 学校每个师长 校长 大家的想法也都是这样 平常在学校参与救护队 就是希望意外发生时 有机会挽救宝贵的性命 戴爱新闻综合报导 将 安全机肯定的心 优优独合英文